2020南區熱血傳承賽在台南的南保高爾夫球場舉行 在超級長春組的部分 第一回合陳振輝打出同齡同肝的好表現 以69肝領先 第二回合則是再度打出低於標準肝的71肝 以兩回合低於標準肝四肝的好表現 拿下超級長春組的冠軍 怕打好準 因為我好久沒有打這麼好 感覺上好輕鬆好高興 希望這個球賽繼續下去 讓選手們大家都有比賽的機會 在青少年組的部分 第一回合由江雨薇以及張哲人的76肝領先 到了第二回合江雨薇的狀態更加穩定 僅僅吞下了一個Boogie 其餘皆打出怕的好表現 以兩回合高於標準肝五肝的表現 拿下青少年組的冠軍 我平常的培訓球場在半隻滑 只是我在南保 南保也有給我很多機會 可以讓我在這邊練球 對 所以我在南保的冠軍 我覺得很開心 代表就是之前練的都沒有白費 在長春職業組的部分 第一回合汪永田表現相當搶眼 打出了兩隻EGO兩BIRDIE 並且只吞下了一個Boogie 以67肝領先前段班的選手 但是到了第二回合 汪永田狀態不佳 打出了80肝的表現 而第一回合落後兩肝的層次中 在第二回合 總共打出了六隻BIRDIE 吞下了兩Boogie的表現 以兩回合低於標準肝六肝的好表現 拿下長春職業組的冠軍 剛剛我提到當然要贏冠軍要有運氣 但是我這兩天在開球發球的 這個第一號木桿打得都還蠻順的 然後在上國連這個推桿也都打得蠻好的 所以大概是因為這個因素才能得到這個冠軍 本次的賽事將在5月9號 於博斯高球二台播出 喜歡高球賽事的朋友精彩比賽 千萬不要錯過